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期开箱的是ThinkPad T14 配置是锐龙的R7 Pro 4750U 16G内存 512固态 14英寸屏 但14英寸屏页面上是没有说高色域低色域 那就默认是低色域 大家一直说我不开ThinkPad 那是因为性价比差 一个MD版本 所以性价比稍稍好一点 Think是有它的传统优势的 比如说在日本在中国台北 是有非常优秀的研发团队的 MD这两年在笔记本上的突飞猛进 不为人知的是和ThinkPad在日本的研发团队 有非常大的关系 Think和联想也是两套研发团队 并不搭接 联想在上海的研发团队 也只承接Think的一些低端产品的研发 Think在被联想收购以后 有一些我们以为的那样的事情 并不是那样的 但是电子产品的未来才是更好的 此刻的吃老本肯定是不现实的 我们先来看看T14怎么样 开箱前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和我们的网店 公众号是YZZDN 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外搜中正评测官方店可以找到我们 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 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我都是按照大家要求来的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笔记管和DIY台式机 最近英伟达显卡缺货和涨价 AMD CPU的缺货和涨价 开车的机器不能保证交货和供应 大家一定在下单前先联系我们的客服 这是很传统的Think的外包装 侧面是产品的各种信息 这边是它的原封的封口 里面还有一层封口 坦白说很让人有好感 这是一种肉肉的那种感觉 并不是那种完全的塑料或者金属的感觉 A面是磨砂的质感 这是它的logo 这个小灯应该会亮 机械的地面 金风口 这种小脚垫 4个机身的右侧 这是没有用的 USB A 这是出封口网卡锁孔 机身的背后 上面是屏 下面是机身 这个位置有点像SIM卡槽的样子 这是转轴 机身的左侧 Type C Type C 这是USB A HDMI 耳机耳麦 这是TF卡槽 看能不能单手开盒 没太有地方抠 不行 和那天惠普的机器一样 也是打开一个新机器就有灰 这还是首发的机器 不但有灰 这里还有污渍 吹了一下 勉强吹干净了 这是开盒的角度 Think的屏幕边框会宽一点 因为它跌落的标准会比较高 顶部差不多有一纸 底部有一纸多一点 顶部摄像头的保护开关 太紧太紧太紧 机身很软很软很软 这里是电源开关 如果小心做成这种电源开关 那就完美了 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Think的键盘手感是所有笔记本里面最好的 这个小红点我曾经用了好几年 熟练程度比鼠标还要再好 使用习惯的是有粘性的 你如果习惯了 你会非常喜欢 下一台电脑你也会再买这种的 但一旦放下了也就放下了 你像我现在就是 触摸板的下半部分可以按压 顶部不可以 这是指纹 电源适配器大约是2米8的长度 Type-C的口65瓦机身1510克 电源适配器350克 机器不插电是没法开机的 插电以后再开 已经亮了 相当开始了 默认的显示比例太高了 这是默认的壁纸 果然是150的显示比例 我把它改成124很奇怪 我以为这个CPU是8核8线程 那其实是8核16线程 硬盘应该是三星的PM981A 内存是16G3200单通道 我怎么觉得这样的内存非常神奇 网卡挺好的 英特尔的WiFi6的AX200 现在谨慎的悬念 就这个核显了 CPU还是一样的 8招的三级缓程 这是BIOS版本 应该是36W1.05 GPU的信息桌色引擎是448 这些截图会放公众号里 如果视频里面看不清 可以到公众号来看 448也就是和4700U和4800H是一样的 低于4800U的512 也就可以预见的 比如像绝地求生这类游戏 它跑的会比较一般4800U 绝地求生可以跑的很溜了 屏是LP140WFA 这应该是一个LG的屏 45色域250尼特 内存是22.4G每秒 83.4纳秒的延迟 单通道那成绩很一般 CPU缓存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 常规的一些跑分 CPU只有24.8瓦 1407分比4800U肯定是差很多的 但已经超过了很多I7标压的水平了 很奇怪只有24.7瓦 R203251分 国际象棋23124分 这些跑分怎么理解呢 明显超过刚刚开箱的暗影精灵6的I7 10750H 远远的超过了宏击传奇和惠普战略6的4700U 大家最好暂停一下视频 然后看一下我做的表格 明显低于机械革命的SRL 也明显低于小型Pro13和Yoga14S 让他自己跑30轮 我去带小孩吃饭了 跑完了性能还是可以的 最大值是1417 最小值1391 差值只有25 基本上可以认为没有什么差值可言 鲁大师的总分275000分 减区易构分的应该是218000分 CPU123000分 约等于I7 9700 显卡的跑分明显偏低 因为是单通道内存 用CPU减一个10分钟的视频 不用GPU加速 开始以后24.7瓦 2.97G 95G 会有降频22.9瓦 2.81G 77度 本来频率也不高 降频也只降了一点点 完成了3分41秒 也就是221秒 这个速度和4600U是差不多的 这是硬盘的跑分 写入时的温度是77度 20G出的缓存之后 应该是800多兆 读是2.17G 3DMark CPU是5537 显卡是712分 CPU的跑分低于几个4800 高于几个4700 这回也低于I7的10750了 显卡是几个和弦里面跑的最差的 又跑了一遍 还是差不多的分数 这种机器往往是性能以外的需求 我也不确定一定要烤机 简单看一下 单烤才开始是1.96G 11瓦 58度 风扇声音完全听不见 这种调教 大家应该很明显的想象到 它的使用场景和取向了 单烤了30分钟 22.7瓦 2.76G CPU83度 还是没什么噪音 两个按托也没什么温度 环境温度23.9度 双烤也还好 2.49G的CPU频率21瓦78度 显卡740兆74度 这个机器显卡频率能到这样也还可以了 起码没有崩溃到三四百兆去 截屏还是截不了 卡在这 AMD的核显双烤实在是糟糕 我只能是截全屏 然后打开画图 然后再来粘贴 还是很卡顿 39分贝完全没有噪音一样 擦线板上46.8瓦 单烤显卡1.6G的频率 我估计游戏的表现也不会差的 万托区域是没什么温度的 就算是出风口的话 摸上去也是温温的而已 其实我大多数应用 是非常适合模拟工作场景的 我会打开很多网页WPS 包括街市通讯的软件 另外各种管理的后台 我自己的电脑是一个i3的9100 加上16G内存1060的显卡 CPU是一个四核四线层 正常会占满 莫名其妙的一个网页flash 或者空间就会让我卡住 我偶尔还会自己剪一个视频 这种基本上就是我办公的应用 我打开了十几个网页 现在CPU占用率还是个位数 我的笔记本是R7400H1650的显卡 其实CPU强太多 但是我几乎不用 我还是坚定的用一个台式机 而且是这么差的台式机 但是事实上使用感受会好很多 使用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跑分可以跑出来的 坦白的说这个机器如果只是作为办公 非常强大 CPU的性能 你不要看跑的没有那么极致 其实已经绰绰有余 我发现QQ也是非常占资源的 几十个群 可能不止大几十个群 有时候就会突然卡顿 CPU满载 你需要把QQ给退掉 这种机器 这种CPU就强太多了 我也会去想升级一下 但是会舍不得 我们这代玩家很多人都这种心态 赛阳533超800就不可能随便去换图拉丁 就价格而言这个机器也许对我不算个事 但我也不可能随便去浪费钱浪费硬件 办公场景的模拟我没法在这个机器进行 我没法把我的软件账号资料都导在这个机器上 我开了一些新浪和淘宝的首页 这两个网站是相对比较占资源的 没什么 几乎没什么占用 就键盘打字的手感 我看一下键盘打字的手感 相对来说确实是笔记本里很好的 但是和台式机的机械键盘是完全没得比 我对键盘会比较挑剔一点 这个键盘在笔记本里肯定算很好的了 这是绝地求生最低的画质 分辨率是1920×1080 震数278帧 这个帧数是没法玩的 最大的问题还是单通道的内存 1280×720 按说应该会有780帧的帧数 现在没有只有30几帧 守望先锋的画质设置是最低 帧数47帧 53帧 50帧左右 这样又来打屁股了 50还是50几帧 这个位置按说帧数可以高一点的 没有上楼的话 40几帧 5050帧都不到40几帧 这个位置会有60几帧 稍微好一点点 英雄联盟的话是没有悬念的 肯定是可以跑的 而且这已经是最高的画质了 地图中间是110帧左右 83度 现在CPU频率不高 两点几G 有时候到3.3G 显卡的占用并没有满 79度的温度 1.6G的频率很好 可以玩的没问题 70几帧 现在 到2是最低的画质 进来以后是118帧的帧数 这个人主录讲话的声音傻傻的 其实不用试了 大概也就这个帧数了 再看一下刚才游戏当中 CPU的占用的曲线 听一下音箱的效果 还是比较不错的 摄像头感觉有一点模糊 但是没有有一些摄像头 那种很明显的失真感 这个没有 我拔了电源 现在屏幕亮度又降了 现在可以 软件上可以看是4小时16分 这是很轻度使用 屏幕亮度是可见的低 我们看一下 220中间 250左右 255 258 250 220 247 224 300尼特以上才会感觉到通透和明亮 我不确定这个机器容易拆 我尽量吧 大家应该看我们拆过很多机器了 很少有碰到像这种接口的吧 所以说Think的品质还是有的 这一片是49瓦时的电池 下面是内存的位置 可以再插内存 再升级的话就变成双通道了 这个是三星的固态 下面还有一个扩展的口 但是是2242的比较难买 这是无线网卡 这是两条热管 一个风扇 这是扬声器 效果还是蛮好的 从这个位置看 C面是有金属板的 转轴也是固定在金属板上的 我们一直都是有三星原装的内存的 8G和16G 3200也都有 我相信这种机器不会有人升到32G用的 我给它加一个8G内存 试试看 插上去就行 三星内存的假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没有正规渠道 我们这样的稍稍挨着点OEM渠道 才有可能碰到像这种内存 看一下D壳里面的图层 OK了24G内存 3200双通道没问题 提高的很少 刚才是22G 现在是27G 跑完了是左边这些 比刚才是有微小的提升 最关键的显卡有没有提升 马上就知道了稍稍有点安慰 显卡和CPU都有提升 鲁达斯的显卡也是有提升的 和刚才一样的最低画质 现在帧数能有32 32到40帧之间 再把分辨率降到1280×720再看一看 比刚才好多了 现在有58帧了 双通道对显卡的提升还是最明显的 果然79帧了 89帧了 91帧了 和刚才一样的剪视频 完成时间是3分38秒 只提升了3秒钟 微乎其微 有点不认这个鞋 我上了一个16G上去 这样子是32G 3200双通道 再来跑一下 看看16G的结果是42.3G 大幅大幅提升了 我为了省事 D壳没上 我估计这样会影响散热 现在跑分还更低了 剪视频3分37秒 也只提升了1秒 比刚才 这是主打师的跑分 CPU6263分 显卡1046分 再简单看一眼 现在是1920×1080的分辨率 最低的画质 现在43帧 降低到1280×720的分辨率 现在是50 60 63帧 和刚刚加了8G内存 其实差不多 关机拆内存 从一开始 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了 作为一个纯办公场景的机器 就算最重度用途 它性能也是溢出的 但我觉得你有点歧视商务用户 你为什么给它一个低色域屏呢 3999的小型L14都是用的高色域屏 多任务办公用 8g16线程怎么都够 很有特点 就算最高负载下发热量也很低 噪音也很低 轻度的使用电池 五六个小时也应该是可以的 键盘的手感在笔记本里无出其有 但是键盘没有背光是一个大缺点 有有线网卡的接口 其他接口也够多 内存不是双通道也是为了以后升级 所做的妥协 但是我觉得一个办公的机器 16g基本上是到顶了 还不如给两条8g 厂家有可能认为 这部分用户就不可能跑大型的游戏 大多是优点 但这些优点基本上都被评毁了 Think在它本身是有它的重大的产品优点的 一线品牌的消费笔记本 有千分之几的问题概率会放过 AMD会在百分之几的概率会放过 但Think在万分之几还要去讨论 在产品品质上 Think是非常适合那种时间和资料宝贵的人群的 多付千把块钱得到的可靠性和安全感 其实是赚了 还是拿点诚意出来 给一个高色域品吧 5999价格 如果是高色域品 我觉得完全没问题 毕竟是一个T系列 做工设计 售后都有那么好 使用感受也很好 也适合带着那种严肃的正式的场合 最后开箱机的折价 考虑到缺点就订5399吧 不介意被我使用过 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 搜中正评测官方店 可以找到我们 里面有一个回血的链接 一定注意我们的机器是不退 也不支持花贝的 慎重考虑好再下单 明天我继续看暗影精灵64800H1650 泰的这个吧 今天图文的内容 在公众号里 大家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 也可以在公众号的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YZZZDN6个字母